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主要好 我是一個運動迷 我想要知道棒鞋的經費 有沒有辦法更透明 可以讓社會大眾檢視 像現在棒鞋跟中華職棒這樣分裂 那什麼時候才能真的把它整合起來 組成最強的國家隊 WBC還有21EU跟23EU 這個部分的話呢 如何去做一些其他的改革 然後讓這些主要的中指跟棒鞋之間 能夠取得一個平衡 那想請問一下 署長在上任之後有沒有辦法 去拋出什麼樣的誘因 來讓這些大企業的願意 除了台電跟大同等等企業之外 有更多企業願意來投資 台灣的足球發展這樣 您署長您上任之後 您到底要如何落實 群星分級跟賽事分級 會不會又是海一涵 然後四年之後的經典賽 大家又來重新的又再檢討一次 為什麼體育協會權力可以這麼大 是否支持直接另外建立一個 所謂的體育團體監督的一些相關法案 而不是把這些法條放到 國民體育法裡面去修法 造成很多連結床家務的狀況 對於體育班的看法是什麼 台灣現在的體育班的小孩子 其實蠻可憐的 就是都只練體育 但是讀書的環境都不是非常好 必須老實跟你講 也是支持廢除他們呢 還是希望這個體育班是能夠繼續存在 當這些人做得不好的時候 比如說排球協會 3月25號要改選 我覺得他做得非常不好 非常爛 那有什麼機制可以把他們換掉 因為沒道理 這些協會 理事長秘書長都當了十幾二十年 那當他們做得不好的時候 還是讓他們繼續當 這並不合理啊 是不是有什麼辦法 可以把他們彩色掉